现在天气越来越热,很多家长都给宝宝换上了短袖短裤,随着天气不断变热,不少家长担心宝宝该如何度过这漫长炎热的夏天,如今就看到了有些宝宝都穿上了背心,那过段时间不是要脱个金光,要知道这样对宝宝反而不好,更加容易受凉、感冒。 对于夏天,不管天气多么的热,宝宝这两个部位也是绝对不能受凉的啊,一肚子,如今就看到有宝宝穿上背心了,或段时间相信会更多穿背心的宝宝,甚至什么都不穿,光着身子穿个妙补,这样宝宝的小肚子就经常露在外面了。 宝宝的身体素质一般是很差的,当成年人感到温度正好的时候,可能宝宝就会感到非常冷了,加上宝宝的体温调节能力相当弱,因此很容易受凉而感冒。 所以不关注怎么热,妈妈呢,都要注意保护好宝宝的小肚子,比如所给宝宝穿的能护住肚子的背心,或是肚皮蛋,两小脚丫,每次夏天就会看到很多光脚宝宝,宝宝光着脚确实是会亮很多,但是长期这样挂着脚丫子在地上跑,加上有时候还开着空调,这样就会让寒体直接进入宝宝体内, 使宝宝身体素质快速下降,为什么会这样呢?因为宝宝的宝宝小脚丫上面,有身体很多部位的血外,因此,一定要保护好宝宝的小脚丫子,尤其在夏天,天气越来越热,夏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,但无论天气多热,夏季宝宝降温措施,有很多,除了要采取适当的地属措施之外,为了让宝宝能更顺利地度过夏天, 也一定要保护好宝宝这两个部位,千万不能受凉,想给宝宝取个好听的阳性文明,关注温迪娜,私信私营文明,即可收到美国2016年TOP1000的婴儿性银牌号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